这是1978年桃柱平反葬礼的真实影响 可谁也没想到 这场追悼会足足延迟了九五年之久 1969年桃柱在安徽王谷之后 有专案成员特意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赶来 他们全程监督了遗体的处理过程 并且拒绝让桃柱的金属来料理后事 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允许 在医务人员为桃柱穿受益的时候 他们打开了桃柱从北京带来的箱子 可是令人心酸的是 箱子里装的大多是书籍 只有少量的衣物 而这些衣服是他的妻子曾志 亲手为他提好的 谁也没想到 只是短短数月的时间 这些衣物竟成了他的寿命 12月1日这天 遗体被白布泊着 悄无声息地运往了火葬城 为了掩人耳目 专案人员故意篡改了火化单信息 他们编造了一个名叫 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来代替他 更加令人霸直的是 专案人员甚至在火化单上 盗用了桃柱女儿思量的名字 试图掩盖这一见不得人的形状 最后桃柱的骨灰被装进了一个最劣质的骨灰盒 上面写着王河而死 之后就被随意地丢弃在无数无人认领的骨灰盒等 而这个骨灰盒就在这个角落里默默躺了整整九年 直到1976年那些人彻底打开之后 桃柱案才终于得以平凡 1978年12月24日 中央为其在北京不办追悼会 可当人们看到那张写着王河的火化单时 所有人感到一阵莫名的刺激 追悼会后 桃柱的骨灰盒重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隔九年之后 他终于等来了应有的尊重和特殊音乐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隐秘历史故事尽在账号主页 点头像即可播放 我们下期再见